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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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年前的古人究竟是用了怎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墓葬呢 在这个墓坑挖好之后呢 他们在墓坑底垫上了40到60厘米的青膏泥 并且呢上面铺上了竹席 用竹席包裹着棺木 然后将棺木依次排列放入其中 最后呢再铺上青膏泥 再铺上黄土和沙粒进行夯打和火烤 最终形成一个紧密的包裹层 将它紧紧的包裹在里面 隔绝地下水还有细菌的侵扰 李州奥东周墓葬中 共发掘出土各类珍贵文物600余件 除了大量的人体遗骸之外 还有竹木器144件 漆器12件 玉器13件 青铜器30件 原始青瓷器7件 金器1件 金属器5件 以及纺织品300余件 其中有一面竹扇 用精细的竹灭编程 保存完好 为我国出土最早最完整的 扇类食物证据 被当时的考古学家称为 中华第一扇 同样令考古学家惊叹不已的 还有一床被称为 天下第一席的竹席 现在看到的这个竹席呢 是我国出土最早 保存的最完整的一床竹席 也称作天下第一席 它长180厘米 宽80厘米 采用上等的竹面 采取正反人字法 交错编制而成 墓葬中还出土了 大量的纺织品文物 品种丰富 色彩鲜艳 工艺精湛 是我国发现的 时代最早 数量最多的纺织品 其中的染色织锦服是 是我国发现的 最早服装 据考古学家说 这些纺织品 改写了我国的 纺织制造的历史 这个墓葬呢 出土了三百余件的 丝织品 其中呢 有杀 捐 其织锦等 最著名的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出土的狩猎文织锦 它每厘米的金线呢 达到两百四十根 并且呢 现在的技术都难以企及 墓葬中出土的 还有一件重量级的文物 就是一只直径达到了 三十厘米的金气 神龙金灰 也堪称我国出土文物中的 金气之最 在我们的主观的关头位置呢 发现了一个原型的金气 这个金气经过清洗之后呢 发现上面有清晰的龙纹 所以专家给它取了名字 叫做神龙金灰 神龙金灰是我国同时期 体量最大 结构最严谨 构图最繁复的一个金气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是这个神龙金灰的复原图 它的外圈呢 是直径为四十八厘米 里面呢 是圆形金箔 直径为三十厘米 现在看到的呢 是我们这个神龙金灰的 解剖线图 它是用锤叠技法 做出里中外三圈的龙纹 外圈呢 为七条 中间为五条 里面为三条 根据周朝的礼制呢 祭祀和宴祥的时候 周天子使用九顶八轨 诸侯王使用七顶六轨 所以呢 根据七条龙纹来推测的话 这个牧主人的身份 很有可能是一个 诸侯王级别的身份 里周澳东周牧葬 埋葬方式奇特 出土文物品种丰富 虽然牧主人的身份 直到如今 也没有一个确切答案 但是牧葬中出土的 这些文物 足以见证我国一段 悠久的历史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各地文旅资讯快报 日前 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了 2021至2023年度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评审命名工作 赶州市兴国县 景德镇市乐平市 南昌市青云浦区青云浦镇 九江市庐山市焦塘镇 吉安市永丰县谭成乡 宜春市童谷县永宁镇 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日前 南昌市第三十三届菊花展 在马兰维花海公园正式开幕 展期持续至12月5号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百万株名品菊花惊艳亮相 勾勒出诗意精美 流光溢彩的美丽干婆画卷 据了解 本次菊花展不收取门票 游客可免费参观 今日 宜春上高县农民摄影馆接牌 正式对外开放 展馆占地500平方米 共设三个功能厅 分别为摄影作品厅 人文历史厅 及创作体验厅 此外 还设有农民摄影艺术长廊 展出农民摄影大事迹 摄影历程 摄影故事 及优秀作品 据了解 1984年 由24位农民组成的摄影小组 在上高县景江镇宣告成立 三十多年来 不断发展壮大 农民摄影已成为 上高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赏美食 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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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